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总是存在不完美 会有心酸的眼泪 会有失足的悔恨 会有优深的愿意 也会有爆汗的事情 生活无法尽善尽美 无法左右 但你的情绪却能把握在手心 护你周全 以最自然的姿态和意愿去生活 才能过得开心 今天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以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别让情绪控制人生 前几天 在网上刷到一支视频 让我很是诧异 那是在深圳的一辆公交车上 一名年轻男子 因为找工作被骗 突然之间情绪崩溃了 先是对着广告牌拳打脚踢 而后更是拿起灭火器 泄愤地砸着车门 旁边的人纷纷避让 司机见状只好停车询问 可一来二去的 男子不光没冷静下来 还和司机大吵一架 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中间夹杂着不少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 直到后来 有乘客报了警 当警察到来将他拘留时 男子这才罢休 不难想象 等他的情绪过去之后 心中定是无比懊悔的 因为大发一通怒火 不仅没有解决当前的问题 还给他增添了新的问题 说白了 生而为人 不可能事事顺心 谁都有七情六欲 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 便有如火山爆发 来得又猛又烈 有人不小心踩你一脚 你一时怒火上头 恨不得赶紧踩回去 有人对你产生了误解 你就大动肝火 立刻冲上前理论一番 鸡毛蒜皮的事都是如此 就更别提失恋和失业 这类的大事了 在情绪上来的瞬间 哪怕你平时再聪明再厉害 智商也会立刻降为零 可能满脑子只剩下 这件事多可怕 多惹人愤怒 你根本无法意识到 此时你以为惊涛骇浪的事 等转换了心情 再回头想想 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 所以别让一时的情绪 蒙蔽了你的双眼 控制了你的人生 情绪过了 事儿就不叫事儿了 看原著派 有一期的议题很有意思 向来不动如山的窦文涛说 他也遇到过艰难的时刻 那时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觉得这事儿怎么也过不去了 心里非常焦虑难过 然而等到了第二天 是还是那件事 但他睡了一觉醒来 突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 窦文涛这才意识到 也许事情没有那么泰山压顶 只是自己把它想得特别重 而后他冷静下来 经过一番计划 顺利地解决了这件事 对节目中 窦文涛说的一句话 印象深刻 情绪过了 事儿就不叫事儿了 是啊 明明是同样的一件事 但你的情绪是平静还是崩溃 看到的东西 却是不一样的 人心就像一块玻璃 玻璃上满是污渍 你看得到的东西 自然不堪入眼 玻璃上干干净净 你看到的风景 才能如诗如画 与其为了事情自怨自艾 不如打起精神 调整心情 擦干净这块玻璃 那么相信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听过这么一个小故事 从前有个年轻人 觉得生活处处受挫 到处都是一地鸡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跑去请教一位庙里的大师 怎样才能让自己运气好点 远离那些令人糟心的事情 大师笑而不语 只用手沾水 在桌子上写了个字 烦 年轻人不解荷意 心中很是烦躁 大师便又沾了些水 将烦的伙子旁捋直了 变成了穿子旁 他说 你看你之所以烦恼 是因为把事情想弯了 等你的心情平静下来 再过来看看 凡字也可以写作顺字 年轻人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这世上 从来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不信你看 那句当时我觉得 天都要塌了 其实往往是事情 发生后所说的 人有喜怒哀乐很正常 你可以选择陷入情绪的漩涡 一意孤行地 将事情越想越糟 也可以选择走出情绪的控制 看到焕然一新的风景 戒掉对琐事的怨气 才能为自己打开一扇门 将阴霾抛至脑后 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 杨将曾在 《走在人生边》上一书中 记录过这样一件小事 他和钱仲书先生忙着写书 便请了为年轻女工阿菊 帮忙分担家务 然而阿菊笨手笨脚的 总是犯错 有一日正是晚饭时间 他突然听到女儿大声喊道 不好啦 不好啦 杨将文生慌忙赶到厨房 只见火光冲天 灶台上的火苗 转眼快窜到了房顶 他拿起杨瓷盖 往火源处一盖 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 原来是阿菊为了图爽事 没差漏斗 就往炉里灌油 结果油溢了出来 再遇上火苗 瞬间就被点燃了 杨将得知原油时 原本非常生气 想好好训斥阿菊一顿 可等火灭了 他情绪平定 又转念一想 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追责也于是无补 更何况只是起了火 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火 之后他借着这个机会 和阿菊促息长谈了一次 帮阿菊改掉了毛病 这才皆大欢喜 有句话说 人在愤怒时 智商接近于零 这时候做的决定 往往是最愚蠢的 因为当你被情绪控制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 往往会在一时的气头上 做出些后悔莫及的事情 到时候伤人伤己 就可为时晚矣 试想一下 若是杨将一味地责怪阿菊 结果又会是如何呢 不光烧壶的饭菜回不来 还会让彼此之间产生举语 实属不治之举 所以无论遇上任何事情 都请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等到情绪平静下来时 你会发现 没什么过不去的事情 人有喜怒哀乐 碰上高兴的时候 难免会得意忘形 遇上愤怒的时候 往往会情绪失控 但极度激烈的情绪 往往来得快 去得也快 正如心理学家 罗纳德博士所说 暴风雨般的情绪 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12秒 爆发时摧毁一切 但过后却风平浪静 控制好这12秒 就能排解负面情绪 所以请给自己 12秒爆发的时间 之后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这件事真的值得 你生这么大气吗 生气能解决这件事情吗 如果既不值得 也不能解决 倒不如风平浪静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